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弗兰克海洋冒险的故事 在一个和平安宁的海洋王国里 住着一只快乐的鲸鱼叫做弗兰克 它有一件独特的能力拥有美丽的音乐之声 当弗兰克唱起歌来时 整个海洋都会沉浸在它优美的歌声中 一天,弗兰克注意到王国的海滩到处拉击 海洋生物们的家园受到了威胁 它决定踏上一次冒险,去寻找答案 并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在它的冒险旅程中 弗兰克遇到了一只聪明的海龟叫做小威廉 小威廉告诉他 海洋的污染问题是由人类的行为所导致的 包括废弃物倾倒和过度捕捞 弗兰克决定不再做事不理 他和小威廉一起游到附近的海滩 开始清理垃圾并教育人们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他们通过举办海滩派对 组织清理活动和向人们普及环保知识 鼓励每个人都参与到保护海洋的行动中来 他们的努力逐渐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海洋的状况也开始有所改善 人们学会了正确对待垃圾 减少使用塑料 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最终 这个海洋王国重新变回了原本的美丽与纯净 海洋生物们在弗兰克的歌声中欢聚一堂 感谢他带来的爱与希望 弗兰克意识到 每个个体都有能力为改善世界做出贡献 他明白 在保护我们美丽的海洋方面 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那以后弗兰克继续唱歌 用他的音乐之声激励更多的人们爱护海洋 他的歌声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力量 传递着爱 友谊和环保的重要信息 这是一个关于弗兰克的海洋冒险故事 他用自己的歌声激发了人们的意识 保护了海洋的美丽 无论年龄大小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故事中的英雄 保护我们珍贵的自然环境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请订阅本频道 谢谢 谢谢